第251章出手,唐明杨见蓝木有难后,没有犹豫,立刻出手救人。 他悄无声息地掌控整个九宫阵势,然后用阵势封印穆三僧的神魂和肉身,紧接着将那九颗万亿试魂丹,也送入其嘴巴里。 好久不见,你没事吧? 你你,唐明杨。 蓝木睁大着眼睛,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着出现在这里的唐明杨。 除了我,还有谁,你先别动,让我查看你的伤势。 嗯。 蓝木背驰咬了咬猪唇,看着唐明杨这张让他又怨又恨的脸庞,他的美眸泛着复杂的情谊。 紧接着,他的浩腕就被唐明杨抓起,熟悉又陌生的肌肤相亲,紧接着,火热的玄园真气传进他的玉区里。 他以为唐明杨会像以前那样趁人之威,至少也会调戏他一下。 没想到唐明杨反倒是规规矩矩地检查他的伤势。 肉身和神魂都伤了元气,我先帮你聊伤。 唐明杨说着,掌心已经多出一团精纯的魂气,暗入蓝木的眉心,与此同时,混元阵印出现在他的手中,化作上百道金光,射入蓝木的肉身各处穴位。 一刻钟不到,蓝木已经觉得他完全恢复过来,对于唐明杨如此神乎奇迹的疗伤手段,他更是看呆了。 肉身伤容易治疗,神魂伤难治。 他五行木家鲸鱼丹道,他这点神魂伤势,就算有魂丹辅助,他估摸着也要休养大半年。 没想到这么快就好了。 可以了。 唐明杨伸手一招,混元阵印回到他的手中,收回储物戒指里。 他正想要询问关于五行家族的事情,反倒是蓝木先开口了。 这些年,你躲在什么地方了?你知不知道我,我的林霜,林荆师妹,一直不停地找你。 蓝木幽怨起来。 他本来想说,他这些年一直在找唐明杨的,可话到嘴巴,猛然想起他和唐明杨的关系,还没到那么亲密呢,这才改口过来。 我这六十年来,都被困在神灵墓地里,这次神灵墓地重新开启,我才能逃出来。 这次我来你们五行墓家,主要也是为了见他们,没想到啊,你们墓家的处境,似乎很不妙。 唐明杨说着,目光朝着旁边被他封住后,只能生不如死哀嚎的穆三僧看去,问道,这个人怎么处置? 你能不能让他开口说话?我要问问他,到底墓家里有谁投靠了火家? 蓝木说道,我试一试。 唐明杨说着,又拿出混元阵印,化作金光,射入墓三僧的肉身里,压制住其体内的万以试魂丹药效。 杀了我,杀了我,求求你,给我个痛快。 木三僧缓过气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着蓝木杀了他。 蓝木手中的长鞭,猛地甩过去,怒问道,想死可以,说,家族里,除了你外,还有谁投靠了火家? 我说,我说,九大长老,十八护法长老里,大部分都已经投靠火家。 木三僧说出那些大长老和护法名字时,蓝木郊区颤了颤。 他只以为是木三僧等少数长老被收买,没想到木家七成的高层都已经叛变了。 你们这次突然对我下手,又打探我老师的行踪,到底是什么阴谋,所图为何? 我们只想逼组长就范,如果组长不就范,那么我们只有将他们封印进宗族总理。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半个月前,已经动手逼宫了,组长等人已经被我们关在宗族总理,木家的高层就差你老师和你的两个师妹没有抓住了。 木三僧如实说道,蓝木一听又惊又骇,没想到木家的局势竟然到如此地步了。 木兰,你们这些保守派已经大势已去,我劝你还是顺应潮流,同时也去劝劝你师父,伙家一统。 住口! 木三僧的话没说完,蓝木挥边猛地朝着木三僧猛抽七八下。 发泄完后,蓝木有些六神无主,问向唐明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林双和林精他们安全吗? 唐明阳问道,他们很安全,半年前金儿被火家的火奥羽给打伤,我老师怀疑家族有叛徒,就带他们到秘密的地方疗伤,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他们很安全。 蓝木说道,火奥羽,竟然是那混蛋打伤金儿。 唐明阳兴谋杀鸡闪烁,他们姐妹没事,他也就稍稍放心。 他说道,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你带我去找金儿和双儿,然后我们再回木家救出你们的族长等人,二是我们先回木家救出你们的族长,我帮你平定家族叛乱,然后你再带我去找金儿和双儿。 你和我直接回木家救人,你有这个本事吗? 蓝木还以为他听错了,除非你家族内有解法之境强者,否则我都能摆平。 唐明阳淡淡地说道,你的实力,乾坤天榜能排第一吧,唐明阳只能这样形容他如今的实力了。 唐明阳小鹿伸手,一招就将实力如今能排在乾坤天榜350名左右的蓝木封印柱后,蓝木终于知道唐明阳实力之恐怖。 他说林双,林京姐妹在很隐秘和安全的地方,要唐明阳先去就被封印在宗族种的木家族长等人,免得持责生辩。 唐明阳也答应下来,唐明阳,其实我,我的名字叫做木兰,蓝木只是我在炼丹师协会里的名字。 蓝木悠悠地说着,刚刚纳木三僧一直喊你木兰,我已经知道了,不过嘛,我还是喜欢喊你蓝木,或者说木儿。 唐明阳微笑着,蓝木的心思,他如何不懂。 虽说六十年前,他为了救蓝木性命,这才要了他的身子,可人家姑娘毕竟失身于他,如今对他又念念不忘。 他不是无情的人。 你,你不许乱喊。 蓝木听到唐明阳喊他木儿后,俏脸一红,表面装着冰冷,实则内心欢喜。 他就喜欢唐明阳那副有点而坏坏的样子。 大殿里肯定还有木家叛乱分子的耳目,为了不惊动他们,走漏风声,唐明阳悄悄去叫李希倩。 没想到李希潭去二层申请回木家总部不成,反而被木家的高手给控制住了。 唐明阳没有办法,只好再悄悄将李希潭就出来。 木兰师伯 李希潭在这里见到蓝木,又震惊又开心。 他想着,有蓝木师伯在这里,带他回木家本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刚刚你被人抓的事情,我也清楚。 木家如今发生叛变,被反叛分子控制。 我们现在先跟唐明阳回家族去救人。 蓝木长话短说,然后他们偷偷在地下三层开启通往木家本部的传送阵。 木龙城,这是木家的家族本部。 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木家的血脉。 经过上万年的发展,整个城市有几千万人口的规模。 随着代代相传,再加上和外族通婚,在这里的人并非人人都具备木龙血脉。 每个人到了16岁,都会去做血脉检测。 只有检查出有木龙血脉的人,才能成为木家的正式子弟,而经过层层选拨,优秀者才能成为木家直系子弟。 木龙城的传送大殿,还是一个九宫的镇室,比之五行城的精妙很多。 栏目走出来后,立刻被掌管传送镇的强者发现,想要招呼人将栏目抓拿。 唐明阳来时早就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先一步掌控整个九宫镇室,然后将那人给封印住。 木龙城只是高层叛乱,中下层以及普通的百姓并不知晓。 我们走吧。 保险起见,栏目,唐明阳和李希倩还是选择改头换面。 木家的本部并非在木龙城中央的城主府。 不过城主府里有个传送镇,可以直接传送回木家本部。 木家本部在东面的木龙渊内,我们直接走去吧。 为了不打草惊蛇,栏目直接走去,那里离木龙城也就几百公里。 走到大街上时,唐明阳发现木龙城的居民,实力又比五行城的强很多。 这里能突破到玄园之境的午休,比例达到了五百分之一左右。 凡是成为玄园之境强者的,眉心都有明显的木龙印记。 木龙城,普通人成为玄园之境强者的比例如此之高,放到整个诸天万界,也算一流的城市了。 五行家族,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 唐明阳心里暗暗心惊。 当然了,玄园六重境,每一重境的突破都千难万难,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也需要天赋悟性,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走到第六重天。 这些普通人里,大都是玄园一重巨魂境,而他们眉心的印记,传承的龙神神通,也没有栏目等天才们那么明亮,那么透着危险的气息。 不过就算普通的木家玄园一重巨魂境百姓,也比其他城市普通的玄园一重巨魂境的百姓强好几倍,而且这里的人,几乎人人都懂炼丹术,随便抓一个,都有四五星炼丹术水平。 走出了木龙城,三人朝着木龙渊走去。 几百公里的距离,对于唐明阳来说,半个时辰不到即可到达。 木龙渊,在木龙峰内。 木龙峰形状如同木龙盘旋,最高的峰顶,如同神龙抬首。 此刻,一朵暗黑色的乌云,低沉沉地凝聚在木龙峰的山腰上,暗红色的雷霆披落。 朝着山峰后的深渊轰击而去。 一股让人看之都为之心颤的气息,从黑云里散发出来。 方圆几十里内,所有生灵都战战利利,躲藏起来。 这是。 栏木和李希倩声音有些发颤。 他们从乌云里感受到一股仿佛死到临头的惊恐。 节云,玄园之节的节云,有人在渡玄园之节。 唐明阳声音有些冷酷地说着。 第252章重逢,有修士在木龙渊里渡玄园之节。 唐明阳目光闪烁着冰冷,闪烁着无情,闪烁着悲哀。 只有少数人才知道,这玄园之节才是弥天大谎。 它不过是封印整个乾坤万界的封印之力而已。 引下玄园之节,根本就是错误的,根本就不能成为解法之境,根本就是自寻死路。 可这个谎言,却在解法之境强者的有意为之下,将所有修士,一代一代地蒙蔽住。 应该是组长在杜劫,如果他能杜劫成功,成为解法之境强者,那么木家的危机迎刃而解,没有人再感动木家,而火家的阴谋也不攻自破。 栏目有些激动地说道,木家的组长木清虚,实力在乾坤天榜能排87名。 组长那么强大,他一定能杜劫成功的。 栏目眸子里全都是坚信,他是自寻死路。 唐明阳叹息说道,看来玄园之节的秘密,即便是像上古五行家族这样古老的存在,也并不知道。 也是,上古五行家族遭过几次大劫,而玄园之境的秘密,只是口口相传与少数人,或许以前知道,可随着那些知道秘密的人在劫难里死去,活到现在的人并不知情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栏目有些不高兴了。 因为杜玄园之节,成不了解法之境强者,这玄园之节,杜完一波,还有一波,直到将杜杰者轰死为止。 唐明阳目录悲哀,将玄园之节的秘密和栏目,李希倩两人说一遍,并叮嘱他们不要到处乱说,否则会有解法之境强者来杀人灭口。 你是说,杜玄园之节,是解法之境强者编造的谎言,他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果真,栏目和李希倩第一次听到真相,也都吓傻了。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族长? 栏目急了? 也罢,遇见我,算你们族长走运,我送他一枚解法倒果,成就他一番造化吧。 牧家对林霜和林京有恩,看在这个份上,唐明阳打算出手。 因为他手里的解法倒果足足有三十七颗。 谢谢你。 栏目赶紧道谢,他如今心神有些失手,还未反映过来这解法倒果究竟有多宝贵。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救人。 唐明阳布下九宫阵势,将栏目和李希倩给笼罩住,然后展开人须煞意,朝着木龙渊飞去。 他的神石辐射开来,七八千米外,他发现大量木家的高层长老站在节云边缘,观摩着他们族长度节。 其中大部分人都目光灼灼,泛着火热,显然不知道他们的族长已经成为阶下囚,只是在迫不得已之下,才选择自认为九死一生的度节。 只有少部分木家高层,目光带着畏惧和惶恐,显然这些人是叛乱之徒,若是他们族长度节成功,那么倒霉就是他们。 唐明阳飞到离节云还有三四千米时,忽然查探到山峰的另一端,站着一位金色剑袍的男子。 这个男子正是炼丹师协会的七月长老金虎,他怎么在这里? 唐明阳又惊又害,在他神石辐射过去时,金虎的神石也辐射过来。 金虎的神石辐射范围也达到一万多米。 是你。 金虎见到唐明阳后,愣了愣,他认得唐明阳的人须煞意,立刻朝着唐明阳追击而来。 倒霉。 唐明阳没有办法,扭头就跑。 金虎的飞行速度和唐明阳的人须煞意相当,也是每秒三百四十米,所以两人都不停顿,永远保持着九千多米的距离。 小子,你讨什么?你是炼丹师协会的圣徒,我带你回炼丹师协会总部,只是例行问话。 金虎追不上唐明阳,又惊又怒。 不过他只能压制住怒火,与其平和地传音给唐明阳。 唐明阳没敢回答,不回答就代表着不撕破脸皮。 他快速飞到栏目和李希倩处,抓起他们,朝着木龙峰飞逃。 怎么了?组长他怎么样了? 栏目不解问道,你组长死定了,火加一同五行家族的行动,背后有炼丹师协会的解法之境强者支持,现在背后就有一位解法之境强者追杀我,我根本没有时间就你们组长。 唐明阳边逃边说道,栏目愣了愣,你们看,结云消散了。 李希倩大声说道,唐明阳扭头一看,萦绕在木龙峰山腰的结云,果真消散了。 他叹息一声,说道,这说明你们的组长死了。 快速来到木龙城的传送大殿,唐明阳快速在周围布置几重九宫阵法,阻挡金虎的神石窥探,不让他知道他们坐哪个传送阵离开,又到哪里去的。 唐明阳三人乘坐传送阵离开,又连续换了十多次传送阵,这还不放心,又飞到其他城市传送其他传送阵离开。 解法之境强者的恐怖,唐明阳是知道的。 他如今实力,虽说只要用九宫阵势困住解法之境强者,再放小优去烧。 可这些都是他的推测。 他还没有跟解法之境强者战斗过,故而内心没有底。 万一九宫阵势困不住,那么死的就是他。 除非被逼到绝境,否则唐明阳绝不跟解法之境强者正面战斗。 于牧城,这是无尽之海上的一个岛屿城市。 经过改头换面,变化气息之后的唐明阳三人,出现在城市的传送阵,大殿里。 柳罗带着林霜和林京,就藏着这座岛屿上疗伤。 在栏目的带领下,唐明阳来到海岛东南面的群山里,栏目拿出传讯法宝联络。 栏目师姐,你来了? 林霜的声音突然从面前的一株植物里,突兀地传来。 唐明阳睁大了眼睛,紧接着就见到林霜的身影,直接从面前这株树木里走出来。 这,这是什么神通? 这难道是林霜目龙印记的神通? 双儿师妹,京儿的伤势怎么样了? 栏目走过去,关心地询问。 好些了,不过老师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为他治疗一点。 林霜提起妹妹的伤势,美眸勤着忧色,显然林霜的伤势并没有他说得那么乐观。 师父 李希倩欢喜地跑过去,抱在林霜的怀里,他忽而笑嘻嘻地问道。 师父,你猜猜看,他是谁? 林霜看向眼前陌生的男子,他也早就想询问跟着栏目一起来的男子是谁了。 不过,他想着,这男子能跟着栏目师姐来到这里,定然是栏目师姐信得过的人吧。 师姐,这位修友是谁? 林霜悄悄地神识传音,问向栏目。 栏目不知怎么的,见唐明阳直勾勾看着林霜后,心里忽而泛起了醋意。 他没好气地说道,还能有谁? 就是你们姐妹朝思暮想的情郎。 师姐,你,你胡说? 林霜大炯,没想到栏目当众说出这些话,可等他反应过来时,唐明阳已经变化回本来的面目。 他看到唐明阳后,彻底愣住了。 唐明阳静静地看着林霜,他变得更美丽了,身上散发出一股天地中灵之美,他站在这里,似乎能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 他的修为,达到了玄园六重阴体境巅峰,他的实力,如果除去他目龙印记的神通,应该能排在乾坤天榜400名左右吧。 至于他目龙印记的神通施展后,到底有多强,唐明阳就不知道了。 双耳 唐明阳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走过去,只是轻轻拉起林霜的小手。 林霜本能的躲闪,却还是被唐明阳给紧握住。 他和唐明阳相视着,六十多年的寻找,六十多年的忧怨,似乎都在这混蛋温柔的凝视里,烟消云散了。 放开我,你这个大混蛋。 林霜挣扎着,可哪里挣得拖唐明阳那双仿佛山月般沉稳的大手。 他尽力想要表现得平静些,可是美眸里的泪水,为什么不争气地弥漫住眼睛? 忽然一股大力传来,他已经被这混蛋搂紧怀里。 那熟悉的气息,那不容得他反抗的动作,那让他热情如火的怀抱。 呜呜,大混蛋,大坏蛋,这些年,你死哪里去了?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 六十年的思念,六十年的情绪,林霜终于压抑不住,也不想压抑,彻底爆发出来。 他在唐明阳的怀里又抓又垂打,他发泄着她的委屈。 忽然间,朱唇一紧,一股火热已经涌入他的嘴巴,那火热又霸道的气息,容不得他任何的反抗,就是要将他霸占,就是要他的温柔。 林霜也不想挣扎,他声色地回应着,他甚至忘记旁边还有栏目和李希倩看着,他就是要将他的温柔,全都将这六十年的思念,委屈,孤独,忧怨,全都发泄出来。 李希倩在旁边看着,早就羞红了脸,尴尬着别过脸去不敢去看。 这就是他平时冷若冰霜的师父吗? 此刻在唐大哥面前,竟然会有如此疯狂的一面。 栏目也红着脸,他看着唐明阳和林霜热情如火的缠绵,他内心羡慕又嫉妒。 不过他和唐明阳的关系,当年就差一层纸了。 他虽然失身于唐明阳,可唐明阳毕竟还没承认他的身份。 而六十年,岁月将反而将他们关系间的这层纸,越加越厚。 他以为他能够忘记,可当看到这混蛋后,看到这混蛋和林霜亲热时,他的心,为什么如此的难受? 这一刻,栏目明白了。 原来时间将他们间关系的纸,越加越厚,可他压抑在心底里,故意不去想的思念,反而与日俱增。 可这混蛋已经拥有了他的林霜和林京师妹。 他的心思,如何说得出口? 第253章柔情,栏目的心思复杂,看着唐明阳这混蛋和林霜热情如火的亲热,他更不是滋味。 这混蛋上下骑手着,已经探入林霜的一巾。 混蛋? 栏目越看越气,还真当踏实空气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还旁若无人了。 嗨嗨,栏目故意用力地咳嗽着,还暗中用了宁神清新的阴功。 神魂迷离的林霜听到这几声咳嗽后,仿若是晴天霹雳,彻底将他从思念的情欲里,振醒过来。 他这才反应过来,旁边不仅有栏目师姐看着,还有他徒儿李希倩看着呢。 他,他这个样子,成何体统? 大混蛋,放,放手。 林霜发现这混蛋的手正在肆意轻薄时,他又羞又无地自容,最后只能恼羞成怒,狠狠地瞪着唐明阳。 他见唐明阳不放手,而且还在吻着他。 他心里一发狠,狠狠地朝着这混蛋的舌头和嘴唇咬去。 哎呦,这一咬,可是咬得不轻。 听到唐明阳发出的惨叫,林霜又心疼起来,你,你没事吧? 你用这么大力气咬,你给我咬咬,看看有没有事。 唐明阳假装痛苦,捂着嘴唇说道。 林霜听见唐明阳的话语里带着责怪和埋怨,心里又紧张起来,紧张中带着委屈,生怕唐明阳会因此不理他。 不知怎么的,刚刚止住的眼泪耳,此刻又流了出来。 我,我,对不起。 啊,唐明阳只是在演戏,没想到竟然吓哭了这小妮子。 见到林霜的泪水,感受到林霜内心的委屈和害怕,她内心满是愧疚和柔情。 她也不再戏弄他,只是将他搂在怀里,搂得再紧些。 感受着怀中家人御屈的冰凉,御屈的柔软,她柔声说道。 傻妮子,刚刚我是装的,其实你咬的一点都不疼。 真,真的吗? 林霜味眼婆娑地问道。 任何女人在爱情面前,智商通常都不高。 不信你看,一点痕迹都没有。 林霜傻乎乎地,真的抬起头去看唐明阳的嘴巴和舌头,可忽然之间,唐明阳再次偷袭过来,吻了过去。 她欲曲一颤,本能地挣扎,可再也没有勇气在挣扎了。 良久,纯分,林霜满腔的思念和忧怨,已经融化进唐明阳的温柔里,她也变得更加温柔起来。 这些年,你跑哪去了?我和京儿,几乎找遍整个天玄界,也不见你人影。 林霜还带着几分忧怨地问道。 我被困在神灵墓地里了,这一困就是六十年,我出来后,打探到你和京儿的消息,就立刻去沐家找你们。 我还听说京儿受伤了,她现在的伤势怎么样? 她,她。 提到妹妹的伤势,林霜刚刚止住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放心,有我在呢,难道我的单道医术,你还不相信吗? 只要京儿还有一口气在,我都能将她治好的,别哭了,先带我去见见京儿,好吗? 唐明阳柔声地说道,她并非说谎。 以她如今的单道医术,在悟通九宫阵势并且修炼九宫脆体绝后,她对于人体的生命原理把握,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 她的单道医术,甚至已经超过了单尊级别。 嗯。 林霜点点头。 不知怎么的,她听到唐明阳温柔的话语时,她内心就会生出一股安全感,一股信任感,就好像回到了六十年前,回到他们认识的时候,这个混蛋还是那么的无所不能。 师姐。 林霜抹去脸上的泪水,这才看向旁边的栏目,羞得满脸通红,可她并没有立刻唐明阳的怀抱。 她就是想多让心爱的人抱一会儿。 好了,先去见老师和京儿吧。 栏目神情有些冰冷地说道。 嗯。 林霜点点头,心里疑惑着,师姐平日里对她非常亲近,今儿怎么有些冷漠了。 突然间她发现栏目师姐看向唐明阳时,目光带着几分忧怨和恨意,她内心一惊,该不会师姐和这混蛋也有。 双耳,你的目龙印记传承神通到底是什么? 唐明阳有些好奇地问道。 哼,你自己看着,不就好了? 林霜的心突然又有气起来。 啊。 唐明阳愣了愣,这小妮子怎么又对她发脾气了? 她想了想,又看见旁边的栏目美眸泛着思思对她的恨意,她顿时明白过来。 原来如此。 唐明阳笑了。 林霜走过去和栏目亲密交谈一会儿,故意将唐明阳晾在一边,很快她们师姐妹就欢声笑语起来。 唐明阳的话,林霜也故意爱理不理,她已经和栏目形成统一战线。 不过经过困难的了解,唐明阳还是知道了林霜的目龙传承神通。 她的目龙印记传承和林经的差不多,都是神级神通,这使得她们姐妹不仅能操控植物,还能施展目盾,融入任何植物里。 林霜眉心的目龙印记闪烁着,泛起三道绿光,将唐明阳,蓝木和李希倩都裹住,然后化作根须,朝着地底钻去。 这是林霜的目盾神通之术。 可以融入任何植物里,还可以化作根须,钻入地底。 这个神通,也有些土盾的效果。 想起土盾神通,唐明阳又想起了土青青,不知她在土家的情况怎么样了。 在地底前行了几千米,忽而来到一个地底空间。 周围生长着发光的植物,鲜花弥漫在空气里。 姐姐,蓝木师姐来了。 鲜花丛中,有个身穿紫色衣裙,白发苍苍,仿佛半截入土的老玉,感受到土灵气的波动后,欢喜地迎了过来。 唐明阳的神识早就发现她了。 可直到听着老玉口中喊着林霜姐姐,她才反应过来。 这满脸皱纹的老玉,就是林霜,她的皱纹里,依稀有着林霜当年的样子。 唐明阳愣住了,林霜也愣住了。 她痴痴地看着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唐明阳,仿佛做梦般。 她那双暗淡无光的眸子,犯着忧怨,犯着思念,犯着恨意,更犯着委屈。 这混蛋要了她的身子,这混蛋不仅偷走她的心,还趁她不注意,偷走她姐姐的心,这混蛋还躲了她六十年,让她和她姐姐找了六十年。 她本能地想要扑进这混蛋的怀里,然后好好发泄这六十年内心的委屈,恨意,思念和忧怨。 她的脚步刚刚迈开,忽然间又顿住了。 她突然想到,她如今已经白发苍苍,皱纹满脸,已经是个半截入土的丑陋老太婆。 她,不再美丽,她成了这副模样,还有什么脸面和心爱的人相见。 她自卑地想着,然后转过身去,想要自卑地赶紧逃开。 只是她还没来得及逃跑,一股柔和的力量已经迷茫过来,紧接着将她拉入一个熟悉又安全的怀抱里。 她又闻到她熟悉的气息,她又感受到她安全的胸膛,她思念了六十年的场景,这一次真真实实地重现了。 傻瓜,跑什么跑,你还是那个你,就算你老了,还是我的京儿。 唐明阳柔声说着,看着怀里白发苍苍的林晶,她心里没有嫌弃,反而更加的怜惜,更加的真爱,更加的愧疚。 可是,林晶听到这话,泪水如同掘堤般,滚滚而落。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那干枯的嘴唇早就被堵住,那熟悉的温柔和怜惜再度涌进她游进灯窟的玉区里。 她此时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死,她也值得了。 旁边的林霜和栏目,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看着唐明阳对林晶的怜惜和疼爱,出奇的心里没有嫉妒。 不离不弃,爱你容颜,也爱你白头。 没有山盟海誓,此刻忘情的一文却胜似任何山盟海誓。 而他们喜欢的人儿是这样重情重义的男子,他们又有什么好嫉妒的呢? 明阳,你。 忽然间,痴情在唐明阳怀里的林晶,突然激动地挣扎起来。 因为唐明阳的亲吻气息里,带着一股强大的命气生机,涌入她的四肢百骸。 她瞬间明白过来了,这是唐明阳在燃烧她的本命命气,在给她补充刚枯的生机。 别乱动。 唐明阳神识传音,柔声说道。 明阳,别浪费你的本命命气了,人家的伤势人家清楚,你就算给人家再多的命气,明天也会被腐蚀掉的。 林晶不肯唐明阳在为她白白浪费本命命气。 要知道唐明阳燃烧十分的本命命气,才能给她虚命一分。 她有唐明阳对她的不离不弃,爱她容易,爱她苍老,这就值得了。 就算是下一刻死去,她也知足了。 你的伤势我已经了解差不多了,谁说我是浪费命气,我是先给你肉身补充命气生机,然后再给你疗伤。 你赶紧乖乖配合我,知道没有? 唐明阳柔声说道,她刚刚和林晶的亲吻,看似情人缠绵,其实她已经开始检查林晶的伤情。 她发现林晶的神魂里带着浓郁的假身火毒之气。 正是这股假身火毒之气,融入林晶的神魂里,腐蚀和吞噬林晶的命气生机,使得林晶迅速衰老下来。 什么,明阳,你,你能治疗我的伤势? 林晶一听,整个人一颤。 这世间,若是能不死,谁甘愿去死? 只是,这半年来,她老师柳罗不停寻找办法为她疗伤,都束手无策。 她老师乃是终极单尊,而她最重要的伤势可不在肉身,而是在神魂。 神魂脆弱,她如今的神魂也已经被假身火毒之气腐蚀得差不多,更加难治。 唐明阳真的能治疗她的伤势吗? 还是安慰她的。 第254章疗伤,林晶乖乖地听从唐明阳的吩咐,融入唐明阳燃烧本命命气,输入她体内的命气生机。 她内心全都是感动。 良久,纯分。 林晶暗淡无光的双眸,也恢复些神采,紧张地看着唐明阳。 傻妮子,我说你的伤势能救,那就能救,这件事,我还骗你干什么? 唐明阳似乎看穿林晶的心思,她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这张满是皱纹的容颜。 岁月无情,人谁不老? 她内心有种明雾,像误懂了什么,想要把握住,又抓之不住。 她无法抗争时间,无法抵得过岁月,所以她要更加地珍惜眼前之人。 人家信你。 林晶痴痴地说着。 旁边的林晶一听,赶紧急切地问道,明阳,我妹妹的伤势怎么样? 假身火毒虽完全融入她的神魂里,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 唐明阳笑着说道,真的吗? 林晶眉眸泛着激动。 她也和林晶那样,在唐明阳的身上感受到一股信任。 这时候,身为林晶,林霜老师的柳罗,从山府深处走了出来。 她也听到了唐明阳的话,眉头微皱,问道, 唐公子,我是终极单尊水准,京儿的伤势我最清楚了,神魂伤势马虎不得, 你说能治了? 那倒是说说,到底要如何施救。 柳罗的话不仅不客气,还带着几分冷漠。 她看着林晶,林霜都满含爱意地注视着唐明阳, 再看着栏目也如此,她内心更加不爽起来。 唐明阳也不在意,回答说道, 当然是直接将假身火毒直接抽离出来了。 说得轻巧,问题是你要怎么做? 柳罗依旧不客气地说道, 谁不知道直接将假身火毒从神魂里抽离出来就行。 可问题就在怎么抽离? 神魂不想肉身,脆弱得很,稍有不慎,林晶的神魂立刻崩溃。 这半年来,她之所以束手无策, 整十数思考怎么将假身火毒从林晶的神魂抽离出来。 柳罗前辈,你看着就行了。 唐明阳自信满满地说道, 这柳罗不信任她,她也不想废话,行动是最好的证明。 她修炼的十方炼魂诀, 使得她对于神魂学的把握达到一百多个九宫萃体诀, 使得她能在学位里构建九宫阵势。 两者结合,别说如今林晶只是神魂融入火毒, 就算她只剩一丝残魂, 唐明阳也能用魂器帮她重塑神魂。 老师,人家信她。 林晶不忍唐明阳被柳罗质问, 赶紧为唐明阳说话。 哼,我看你被灌了迷魂汤了。 柳罗气道。 唐明阳也懒得再废话, 为了防止她施救时被柳罗打扰, 她伸手一挥, 一团精纯的天地灵气弥漫在四周, 然后化作一个九宫阵势, 将她和林晶罩在阵势里。 你干什么? 混蛋! 将阵势打开。 柳罗怒了, 没想到唐明阳这混蛋, 竟然跟她玩这手, 没有经过她同意, 竟然开始强行为林晶施救。 老师,你别生气, 明阳不会拿人家的生命开玩笑的, 况且就算她无法救活徒儿, 徒儿也心甘情愿死在她的怀里, 还请老师成全。 林晶见柳罗拿出武器要攻击九宫阵势, 生怕柳罗和唐明阳的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赶紧求饶。 你。 柳罗听到林晶如此吃傻的话, 又气又怒, 她想拂袖而去, 可又舍不得这傻丫头。 柳罗前辈, 你就放心看好了, 我懒得解释, 只是因为我的手段, 就算和你解释, 你也未必听得明白。 唐明阳平静说道, 我听不明白, 好,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若是我弟子因你而死, 我立刻将你碎尸万段。 柳罗听了唐明阳狂妄的话, 更是怒得不行。 可以。 唐明阳淡淡地回了一句, 开始为林晶治疗。 她从储物戒指那拿出混元阵印。 混元阵印可是在林晶体内构建九宫阵势的基础, 她注入玄元真气, 再拿出一团精纯的魂气, 混元阵印化作上百道金光, 带着这些魂气射入林晶身体各处穴位里。 她动作不停, 再引出一团精纯的天地灵液, 慢慢引导进驻林晶的欲区, 滋润她生机枯竭的血肉。 好了, 放松意识和神魂。 嗯。 林晶点点头, 看向唐明阳的目光, 充满了信任。 唐明阳的石神魂开始掐动阵印, 在林晶体内的混元阵印开始构建九宫阵势。 半个时辰后, 九宫阵印成。 林晶只觉得有股神秘的能量在她体内诞生, 牵引着她周全上百个穴道那些天地灵气和魂气, 加快速度滋润她干枯的生机。 并且这个能量弥漫她全身后, 竟然开始朝着她石海里蔓延。 很快, 她的神魂也被这股能量给覆盖住。 炼。 唐明阳觉得差不多了, 阵印一转, 九宫阵势开始炼化林晶神魂里的假身火毒。 啊。 林晶一声惨叫, 炼魂的痛苦超出她的想象。 惊儿。 外面观看的林霜以为妹妹出事了, 感觉出声询问, 只是她刚想靠过来, 就被外围的九宫阵势给阻隔。 住手, 你在干什么? 快快住手。 柳罗见到林晶痛苦的哀嚎, 紧张又愤怒, 手中握着的武器, 就要朝着外围的九宫阵势给斩杀而去。 不要, 明阳在为我炼化神魂里的假身火毒, 我, 我感觉神魂里的火毒, 慢慢地剥离出来了。 林晶惨叫几声后, 赶紧忍住痛苦, 解释说道。 柳罗听到这话, 又惊又疑, 可还是停止攻击。 唐明阳输了口气, 继续掐动阵印, 慢慢将林晶神魂里的假身火毒炼化干净。 与此同时, 他还用天地灵气滋养林晶的肉身。 林晶满是肉味的肌肤, 慢慢恢复弹性, 变得有光泽, 满头的白发, 也变成柔亮的青丝。 林晶, 年轻过来, 三个时辰后, 唐明阳的救治已经结束。 唐明阳收回了混元阵印, 可怀里一紧, 林晶早就扑进了他的怀里, 忘情地索取着, 缠绵着, 火热着。 作为当事人的他, 当然知道他的伤势终于好了, 他神魂里的假身火毒, 彻底被炼化干净了。 他虽然还是看不懂唐明阳妙手回春的手段, 但伤势好的他,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用他的温柔, 全部都给他的心上人。 六十年相思之苦, 此刻他全部都要爆发出来。 明阳, 要我。 林晶缠在唐明阳的怀里, 声音火热地说着。 美人在怀, 软语哀求, 任何男人都无法抗拒的。 嗨嗨。 柳罗看到这一幕, 也是满脸通红。 只能出声提醒, 让林晶注重些形象。 声音不大, 用了音功, 带着震神清新之笑。 林晶听之, 神魂一震, 清醒过来。 他这才反应过来, 不仅林晶, 兰木, 李希倩在旁边看着, 连他老师柳罗在旁边看着呢。 他只是太激动了, 竟然忘乎所以, 当众就缠着唐明阳 要纳语录的恩赐。 想到这么丢脸的事情, 他当真是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唐明阳不以为意, 柔声说道, 好了, 京儿, 你去给你老师检查检查, 看看你的病情好了没有。 嗯, 林晶心里甜蜜, 乖乖地点点头。 他刚走出阵势, 立刻被冲上前的柳罗抓住浩腕, 紧接着柳罗的玄园真气和神石 齐齐降临到他的肉身和神魂。 他知道柳罗老师在检查他的伤势, 也不反抗。 可这一检查, 柳罗彻底惊呆了。 他发现林晶不仅治好了, 而且整个人的状态, 也恢复到巅峰。 此子是怎么办到的? 他的单道医术 到底达到什么层次? 他想到唐明阳给林晶治疗初期, 他还对唐明阳百般阻扰的行为, 现在想来, 他当真是井底之八, 武之自大, 内心一阵羞愧。 这, 唐公子, 是我见识浅薄, 还请你见谅。 柳罗心服口服地说道, 柳前辈, 你也是心忧京儿的伤情, 这不怪你, 京儿伤势既然已经好了, 我们就谈谈你们穆家的局势吧, 你们如今想要如何? 唐明阳淡然一笑, 将这件事情翻过, 然后将话题引到穆家上去。 老师, 组长他, 他死了。 刚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唐明阳为林晶疗伤上来, 穆家的事情, 栏目也没跟柳罗说。 什么? 我爹死了? 谁杀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柳罗愣了愣, 似乎无法接受这个消息, 紧接着他情绪有些失控起来。 组长是杜玄圆之节而死的。 栏目接着将穆家七成以上高层长老叛变投靠火家的事情说出来。 我去找那些混蛋算账。 柳罗悲愤之下, 几乎失去理智了。 你去了, 只能被抓, 况且, 火家的背后有炼丹师协会七月长老支持, 即便是我和你一起去, 也没有用。 唐明阳说话间, 已经用九宫阵势封印住柳罗的行动。 放开我, 柳罗怒道。 你冷静下来, 我就放开你。 我穆家的事情, 不要你管。 真不要我管, 要知道, 我可是想好怎么帮你夺回穆家的办法。 唐明阳笑道, 你, 你真有。 柳罗一听, 愣了愣。 经过临经治疗事件后, 他对于唐明阳的手段, 早就惊为天人, 对于唐明阳的话, 也不敢再像先前那般怀疑和轻视了。 你先冷静下来, 我们再谈吧。 唐明阳说道, 柳罗闭上眼睛许久, 像是在将内心的悲伤和愤怒压制住。 许久之后, 他睁开眼睛, 平静地说道, 我, 我已经冷静下来了。 第255章观摩解法, 唐明阳见柳罗真的冷静下来, 可他并不急着说出他的计策。 反而先问道, 你们上古五行家族的关系, 我还有些弄不明白。 你也加入了炼丹师协会, 到底属于哪个派系? 另外, 火家之人, 为什么会得到炼丹师协会的支持? 不单只是炼丹师协会, 我们五行家族子弟, 隐藏身份, 加入诸天万劫各大势力里。 我能加入炼丹师协会, 是因为月曦长老的担保和介绍, 严格来说, 我应该属于月曦长老的派系吧。 柳罗将五行家族和炼丹师协会的关系, 慢慢地说明出来。 五行家族里, 金家和土家最保守, 他们的家族子弟, 也很少加入诸天万劫的各大势力。 木家和水家相对开放些, 允许家族子弟隐藏身份, 加入到诸天万劫各大势力里。 而火家最为开放, 不过他们只认准炼丹师协会, 也提倡五行家族都依附于炼丹师协会, 借助炼丹师协会来发展壮大。 这么说来, 火家其实就是炼丹师协会的附属势力了。 唐明阳听完五行家族的各家情况后, 问道, 嗯, 不过炼丹师协会从来都不插手我们五行家族的事情。 柳罗说道, 炼丹师协会也分很多派系, 火家说是依附炼丹师协会, 实则不过是依附炼丹师协会的某个派系而已, 只要符合派系团体的利益, 没有什么做不出的。 况且, 对方也不一定要以炼丹师协会的名义来执行。 唐明阳说道, 那你该说说你的办法了吧。 柳罗问道, 林双、林京几人也都竖起耳朵, 美眸看向唐明阳。 唐明阳笑道, 这世界从本质上来讲不过是强者为尊, 如果你们沐家出现一位解法之境强者, 那会怎么样? 你是说让我们杜玄元之节, 尝试突破到解法之境, 可怜我爹那么厉害都无法杜结成功, 我们又怎么能成? 柳罗摇头否定道, 自古以来, 多少人杜玄元之节而死去? 整个乾坤万界, 无数午休停留在玄元之境, 最终又有几个能突破到解法之境? 太少了, 太难了, 杜玄元之节, 那本来就是个天大谎言, 修士从玄元六重阴体境巅峰突破到解法一重窥虚境, 根本不需要杜玄元之节, 而修士隐落下来的解法, 根本也不是玄元之节, 准确来说, 应该是封印我们世界的封印之力, 唐明阳将当初月曦告诉他的话, 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柳罗, 林双和林经听了之后, 果真心神失守, 被唐明阳用阴公镇神, 这才将他们惊醒过来, 这么说来, 我们要想突破到解法之境, 首先要找的就是解法道果了, 可整个乾坤万界, 每百年就孕育几个, 我们上哪里找? 柳罗绝望地说道, 栏目看着唐明阳, 忽而失声说道, 唐明阳, 你, 你先前说要用解法道果去救族长, 后来被解法之境强者追杀, 这才无功而返, 你的身上, 是不是有? 有。 栏目惊醒过来, 赶紧捂住嘴巴, 现在他终于明白解法道果的珍贵了, 那可是能使人突破到解法之境的圣物, 整个乾坤万界每百年才孕育这么几个, 怎么可能给别人服用? 他甚至以为唐明阳是在骗他的, 我在神灵墓地里幸运地得到一颗解法道果, 我可以送给你, 就算是这些年来, 你们穆家对双儿和惊儿的照顾, 唐明阳平静地说道, 你你你,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柳罗一听, 失态地站了起来, 明阳, 林霜和林晶也都花容失色, 这个世间, 神人不想超脱玄元, 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获得数以千计的寿元, 而如今唐明阳为了感谢穆家对他们的照顾, 竟然拿出一颗解法道果来感谢, 这, 这简直是疯了, 我有一个条件, 唐明阳笑道, 什么条件? 柳罗问道, 他心里想着, 若他不是在做梦, 那么唐明阳的任何要求, 他都能答应下来, 你需将你们穆家超越玄元部分的功法传授给我, 同时你突破达到解法之境的全过程, 我需要在旁边观摩。 唐明阳说道, 好, 这根本不是问题。 柳罗直接答应了, 同时美眸看向唐明阳, 他仍在以为唐明阳在开玩笑骗他, 否则就是他在做梦。 这就是解法道果, 唐明阳说着, 已经从魂精法宝里拿出一颗被九宫阵势封印住的解法道果。 解法道果一出, 顿时间整个地理空间里都弥漫出一股心惊胆战, 仿佛大难临头的解法气息。 柳罗等人看直了眼, 唐明阳又将解法道果收了回来, 说道, 突破解法之境, 并非说突破就突破, 他需要大量的魂器和天地灵气, 你都准备好了吗? 我我? 柳罗无言以对, 因为他完全没有准备。 好吧, 算我倒霉, 魂器和天地灵液, 你有多少, 不够的话, 我提供给你吧。 唐明阳只好如此了, 他之所以给柳罗一颗解法道果, 主要目的是想要观摩他突破到解法之境的过程, 然后他才放心给林霜和林晶姐妹服用。 好, 我这就将我们沐家超越玄圆的部分功法给你。 柳罗生怕唐明阳反悔似的, 赶紧拿出预检, 将功法用神石刻画进里面。 唐明阳认真浏览一遍, 对五修如同突破到解法之境, 有了简单的了解。 五修要想从玄圆六重阴体境巅峰突破到解法一重窥虚境时, 首先要在阴魂内部凝聚解法符文, 然后用解法符文引天地法则, 灌注进神魂里。 解法符文就是五修用来感悟天地法则的源泉。 因为整个乾坤万界都被强大的封印之力笼罩住, 故而五修就算成功凝聚解法符文, 只要引天地法则灌注进神魂里, 就会随着封印之力一起隐落下来, 形成所谓的玄圆之结。 如果服用解法道果, 神魂具备封印之力的同源气息, 那么就可以避免将封印之力隐落下来了。 原来如此,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柳罗调整半天, 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唐明阳在整个山腹布置了九宫阵势, 做完这一切后, 才将解法道果给他。 柳罗拿到解法道果后, 还以为做梦, 仍不敢相信, 问道, 真, 真给我。 不想要, 还我啊, 唐明阳笑道。 休想。 柳罗赶紧将解法道果收好, 然后也让林霜, 林京, 蓝木和李希倩四人, 一起在旁边观摩他突破。 我开始了。 柳罗说着, 美眸感激地看着唐明阳, 见唐明阳并没有吩咐后, 这才开始。 解法道果并非直接吞服, 而是要用神魂炼化, 将解法之气融入到神魂里。 柳罗先神魂出窍, 用神魂将解法道果包裹, 慢慢将解法道果炼化。 他花了两天时间将解法道果炼化后, 这才进入真正的突破中。 穆家的修行功法是龙穴单绝。 柳罗将龙穴单绝运转, 开始在神魂凝聚解法符吻, 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解法符吻成, 那么他成就解法之境, 十拿九稳了。 普通的玄园六重阴体境巅峰修饰, 或许凝聚解法符吻很难, 失败率比从半部玄园突破到玄园之境还高。 但柳罗的实力能在诸天万界的亿万修饰里, 排得上乾坤天榜两百名前后, 他本身就是绝世天才中的天才。 在唐明阳提供的魂器和天地灵液辅助下, 他只花了一个多月, 就将解法符吻给凝聚成功, 这可以说, 他半只脚已经踏入解法之境里了。 接下来, 就是引天地法则之力, 淬炼肉身和神魂, 脱胎换骨, 进化生命, 成为解法之境了。 唐明阳睁开阴阳生死眼, 只见天地间的木属性法则之力, 营绕在柳罗的身体周围, 而在青色的法则之力里, 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血红色法则之力, 营绕周围, 这正是封印之力。 如果柳罗没有服用解法道果, 那么此刻的这些封印之力, 立刻锁定柳罗, 将其当作是封印对象, 降下解法来, 直到将柳罗轰死为止。 好了, 他没有个三五年, 是无法完成天地法则之力脆体的。 唐明阳说道, 只要有解法道果, 其实突破到解法之境, 并不难。 他还看得出来, 只服用解法道果后, 还有助于解法符文的凝聚。 可以说, 只要具备解法道果和解法之境的功法, 那么突破到解法之境几乎十拿九稳了。 老师他, 他真能成为解法强者。 林双仍不敢相信, 毕竟解法强者乃是传说中的存在, 任何势力有一位解法强者坐镇, 立刻能成为超级势力。 林晶、蓝木和李希倩三人, 美眸也都看向唐明阳。 在他们看来, 唐明阳是无所不能的, 他能起死回生, 他能随手拿出无比宝贵的解法道果, 眉头都不皱一下。 当然, 唐明阳笑道, 并且在柳罗的阵势里布置一番, 放下一百多万极品灵石的天地灵气, 供他完成最后的解法蜕变。 做完这一切后, 他带着四女走出了阵势, 笑着说道, 双儿、 京儿、 还有蓝木, 你们三个修为也达到了玄园六重阴体境巅峰, 我这里还有几颗解法道果, 你们三个也突破解法之境吧。 什么? 你你, 你说什么? 唐明阳的话语, 伊洛、 林霜、 林晶和蓝木, 都焦躯一颤, 万分震惊地看着唐明阳。 他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唐明阳说要他们也, 也突破到解法之境。 第256章 你就是我女人, 解法道果到底有多重要, 林霜、 林晶和蓝木是清楚的。 整个乾坤万界, 每百年才能诞生几颗。 可任何玄园六重阴体境巅峰的五修, 想要突破到解法之境, 唯一的途径就是炼化解法道果。 可以说, 每一个颗解法道果, 就代表着一位解法之境强者。 玄园六重阴体境巅峰的修士, 就算活得再久, 寿远也不超过一千岁, 可是解法之境的强者, 寿远却是以千岁来计算。 明阳, 你你, 你刚刚不是在开玩笑吧? 林晶声音发颤, 双手更是发抖地捂着嘴巴。 因为他已经彻彻底底地 被唐明阳的话给震撼住了。 而且他也没想过, 此生会有机会成为解法强者。 我像是看玩笑的吗? 唐明阳反问道, 像。 林晶呆呆地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 唐明阳笑了笑, 只能从魂精法宝里 再度拿出三颗解法道果来。 还像吗? 林霜, 林晶和蓝木见到解法道果后, 彻底相信没有话可说了。 因为唐明阳带给他们的震惊, 已经足以让他们久久回不过神来。 明阳, 你, 你将解法道果给了我们, 你可为自己留了一颗。 林晶只能扑进唐明阳的怀里, 痴痴地问道。 唐明阳爱他疼他, 对他不离不弃, 不嫌弃他苍老, 更在他最绝望时候救了他。 现在又拿出让诸天万界所有玄园六重阴体境五修 都为之疯狂的解法道果, 就这样送给他。 他此生何求? 便是唐明阳让他去死, 他也心甘情愿。 我为自己留了一颗, 不过你们如今心神震荡, 精气神也都未在最佳状态, 这几天, 你们就先各自调整一下, 然后我来为你们护法。 唐明阳说道。 他有他的打算, 等林双、林晶和兰木三人突破到解法之境后, 他身边就有四位解法之境的强者了, 那时候诸天万界的其他势力再想来抓他, 那可就掂量掂量了。 嗯。 林双、林晶和兰木都点点头, 他们极力克制, 可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 连神魂都因为这种激动的情绪, 躁动不安。 正如唐明阳所说的, 他们现在的状态, 确实不适合突破。 兰木很识趣, 带着李希倩到山父的另一边, 开始闭关调整心态。 他不傻, 唐明阳和林双、林晶姐妹时隔六十年重逢, 他当然猜得到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了。 唐明阳能够给他一颗解法道果, 这已经是对他天大的恩赐了。 只是他的心, 为什么隐约有些不甘心? 这一边, 只剩下唐明阳、 林双和林晶三人了。 林晶早就痴缠在唐明阳的怀里, 他早就是唐明阳的女人, 现在当然不必顾忌这么多了。 反倒是林双, 他和唐明阳的关系, 还有些不清不楚呢。 因为他如今还是处子之身, 当初在断魂渊的仇云园, 唐明阳也只是背着他妹妹, 偷偷地调戏他而已。 我我, 我先走了。 林双的美眸看着唐明阳, 又看了看妹妹, 觉得她留下来有些尴尬, 也想要离开。 只是离开的通道面前, 忽然多出一股阵势, 将去路封死。 紧接着一股阵势力量朝他笼罩而来, 他没有反抗, 已经落入唐明阳的怀里, 紧接着一双火热的大手, 已经握在他的细腰上。 放, 放开我。 林双声音有些发颤, 因为这混蛋的大手, 已经不规矩起来。 以前都是偷偷摸摸, 可如今他妹妹还在这呢。 你离开, 也静不下心, 索性留下来, 我帮你静一静。 唐明阳霸道地说道, 谁说我静不下来。 林双绝美的容颜满是潮红, 他偷看向妹妹, 却见妹妹也看向他, 那美眸里的迷离, 似乎对于他并没有什么猝疑。 姐。 林精轻轻呼唤一声, 两姐妹早就心有灵犀。 林双欲曲一颤, 他当然明白妹妹声音里的含义。 那也太便宜这混蛋了, 啊。 林双假装生气, 只是他话没有说完, 翘臀已经遭到偷袭。 嘿嘿。 唐明阳大笑着, 在神灵墓地里压制了六十年, 他也憋坏了。 林双羞涩, 四句怀迎, 林精火热, 痴产激烈。 他终于大享其人之福。 林双和林精六十年的思念, 委屈, 忧怨等待, 也都在这一刻, 全都在心爱的人面前, 彻彻底底的爆发, 将他们最美丽, 最骄傲的一面, 彻彻底底的绽放。 转眼, 大半个月过去, 云收雨季, 唐明阳得到了满足, 林双和林精则都痴缠在他的怀里, 他静静地听着他们姐妹述说着, 这六十年来, 对他的思念, 对他的寻找, 唐明阳内心感动, 对他们姐妹更加地联系起来。 哼, 你老实说, 你对栏目师姐做了什么? 聊着聊着, 林精忽而在唐明阳的肩膀咬下一口, 恨声地问道。 林双也同仇敌愧, 将唐明阳在他身上的大手给拨下来。 呃, 我和他。 唐明阳没有办法, 他也不想隐瞒, 只好将当初他在楚都外的白鱼山庄, 兰木遭到白衣尔心魔御音入侵神魂, 他为救兰木要了其身子的事情说出来。 大混蛋, 你打算怎么对兰木师姐? 林精说着, 心里气愤, 再度在唐明阳的肩膀再咬一口。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唐明阳假装无奈地反问,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也在偷笑。 兰木师姐待我和京儿, 如同亲妹妹般, 我看得出他很喜欢你, 我也知道你这大混蛋的为人, 所以我不许你欺负他。 林双冰雪聪明, 早就看出唐明阳的意图。 在这个世界, 强者三妻四妾, 他和妹妹也没想过要独霸唐明阳。 与其大吵大闹, 还不如大方一些。 谁说我要欺负他, 不过既然有双儿这话,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唐明阳笑道, 大混蛋。 林精抓起唐明阳, 轻薄他欲曲的臭手, 再度咬一口, 只是反而招来唐明阳的一阵惩罚。 三人再度温存许久, 唐明阳说道, 好了, 你们两人的精神状态, 都已经调整到最佳, 接下来, 你们开始炼化解法道果, 突破到解法之境吧。 嗯。 林双和林精点点头, 炼化解法道果, 他们也要成为解法之境强者了。 他们心里又期待, 又感动, 又满足, 又幸福。 唐明阳为他们姐妹护法, 这过程很顺利。 一个半月后, 林双和林精纷纷凝聚成功解法符文, 开始引天地法则脆体了。 唐明阳睁开阴阳生死眼, 突然发现营绕在他们姐妹身边的天地法则之力, 比之柳罗的强大不少。 他在两姐妹身边布置了九宫阵法, 又将五百万极品灵石的天地灵气封在阵势里, 供他们姐妹完成最后的解法蜕变。 他走出阵时, 栏目正在山府开辟的花园里, 教导李希倩穆家的高级术法。 反正穆家投靠了火家, 穆家的族规对他来说, 也没有遵从的必要了。 唐大哥 李希倩见到唐明阳后, 欢喜地呼喊着, 哈, 这术法施展得不错。 栏目师伯, 你刚刚教我的术法, 我有些感悟, 就先去闭关参悟了。 李希倩很识趣, 见唐明阳是来找栏目的, 赶紧找个借口离开。 唐明阳伸手一挥, 一个九宫阵势已经将周围给隔绝。 他温柔的目光,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绝带佳人。 他的容颜丝毫不比林双差, 他的身材更胜一筹。 你, 你这是干什么? 栏目见唐明阳如此, 美眸闪烁着慌张。 其实在唐明阳来时, 他就已经很紧张了。 我和你的关系, 我已经和双尔, 惊儿说了。 我, 我和你能有什么关系? 栏目假装板着脸, 其实在竖着耳朵听, 他内心也紧张到了极点。 他和这混蛋的关系, 终于被两个师妹知道了吗?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是什么态度? 还有, 这混蛋要怎么对待他? 抛弃他吗? 关系很简单, 那就是, 你就是我的女人。 唐明阳霸道地说着, 也霸道地做了。 他走过去, 霸道地将栏目搂着怀里, 不给他挣扎反抗的机会。 谁知道, 栏目的反应比他的剧烈, 他撕扯着他的衣服, 热情如火地迎合着, 就像是干柴遇到了烈火, 一点就燃。 六十年的思念, 委屈, 忧怨, 等待。 他只是隐藏着很好, 其实他内心的感受, 一点都不必两个师妹少。 此刻, 他终于不用隐藏。 此刻, 他终于可以爆发。 疾风暴雨, 怒海狂涛。 唐明阳已不知道疯狂的栏目, 向他索要了几次, 他只能满足他, 尽量地联系他, 呵护他。 这场疾风暴雨, 持续近一个月才停歇。 栏目软软地趴在唐明阳的身上, 懒洋洋地不想动。 双儿和惊儿呢? 都已经在隐天地法则之力脆体了, 你准备准备, 以炼化解法道果, 开始突破到解法之境吧。 才不要, 他们在闭关, 人家正好和你多待一会儿, 不然他们出关了, 人家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再能独自霸占你。 栏目痴蝉地说着, 唐明阳无法面对栏目的痴蝉和索要, 他只能尽量满足。 再过一个月后, 心满意足的栏目, 在唐明阳的劝说下, 这才开始炼化解法道果。 第257章再遇白衣尔, 唐明阳为栏目护法, 过程也很顺利。 一个半月后, 栏目已经将解法符纹凝聚成功, 紧接着进入了 隐天地法则脆体的地步。 他用阴阳生死眼细细地观察, 发现栏目身边环绕着的 天地法则之力, 笔之鳞霜和鳞精弱了些许, 可比柳罗强了许多。 这应该和他们传承的 木龙印记有关吧? 双儿和鲸儿传承的 都是神级术法神通。 唐明阳暗自地想着, 这天地法则之力脆体 当然是越久越好了。 快则三五年, 慢则十几年, 林双、林晶和蓝木 也都会成为解法之境强者。 还有青青和蓝冰, 他们若是突破解法之境后, 那么我身边就有六位 解法之境强者了。 唐明阳暗自地想着, 对于他手中 三十七颗解法道果 该怎么使用, 他早就想好了。 他当然不会拿去卖。 每一个解法道果 都代表着能够造就出 一个解法之境的强者来。 整个乾坤万界 解法强者能有几个? 这些解法道果, 唐明阳都给他最亲近 最信任德国的人服用, 让他们都成为 解法之境强者, 那样才是他对 解法道果的最好利用。 试想一下, 当他身边聚集着 三十六位 解法之境强者时, 诸天万界, 那该是何等恐怖的 一股势力。 他走出了九宫阵时, 李希倩则在 山腹的另一边 修炼术法。 因为整个山腹 在地底几千米处, 林霜、林晶和蓝木 都闭关突破到 解法之境了, 他想离开 也离开不了。 这大半年来, 他都困在山腹里, 倒是难为 这小丫头了。 唐明阳心里想着, 唐大哥, 蓝木师伯呢? 李希倩见到 唐明阳后, 热情又有礼貌地 呼喊着, 你蓝木师伯和你师父一样 也都闭关, 全力突破到 解法之境了。 唐明阳说道, 太好了, 这么说来, 我师祖、师父、 师叔、 师伯, 将来都是 解法之境强者了。 李希倩欢喜起来, 你想不想成为 解法之境强者? 唐明阳笑道, 哦, 李希倩愣住了, 他还以为他听错了。 就在这时, 只见唐明阳 已经伸出手来, 带着一团精纯的魂气 涌入到他的石海里。 我将这团魂气 封印在你的石海里, 你也好好修行, 将其炼化后修为 应该可以达到 玄缘六重阴体境巅峰, 到时候我再奖励你一颗 解法道果。 唐明阳对着李希倩说道, 真, 真的吗? 李希倩回过神来, 愣了地看着唐明阳, 紧接着美眸闪烁着激动。 他知道, 他的师父, 师叔, 师伯能够得到解法道果, 是因为他们 是唐明阳的女人, 他从未想到 自己也会被赐予 解法道果。 解法道果啊, 也就是说, 他将来也能够成为 解法之境强者。 当然是真的了, 还有你哥哥, 他若是达到 玄缘六重阴体境巅峰, 我也给他一颗。 唐明阳说道, 他对李希谭此人 很是看得顺眼。 此人重起义, 念恩情, 但利益, 轻生死, 很合唐明阳的口味。 去闭关吧。 嗯, 有了唐明阳的承诺, 李希谭闭关修行 更有动力了。 身边的人都去闭关, 这时候, 山腹里就只剩下 唐明阳一人了。 不过唐明阳 也有他的事情要做。 我去土家, 看看清清怎么样了, 六十年了, 他应该也达到 玄缘六重阴体境巅峰了吧。 他如今要做的, 就是将解法道果 给他的女人服用, 让他们都突破 成为解法强者。 想到土清清, 唐明阳也有些思念起来。 还有冰儿和月希。 唐明阳暗自想着, 想要离开山腹。 不过要出去时, 他却一阵犯难了。 他如今在地底几千米, 没有林霜的目盾神通, 他只能用宝剑 一点点地挖出去了。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要唐明阳放他出去玩, 不然他就发脾气。 好了, 放你出来玩, 你也该干活了。 唐明阳将玄幽灵剑拿出来, 不用他注入真气, 小悠就能够控制玄幽灵剑。 悠悠 小家伙很兴奋, 只要唐明阳跟他玩耍, 他就很满足了。 一个时辰后, 唐明阳终于挖出地面, 当然了, 他也用九宫阵势 将通道给填好了。 土家, 在土龙城, 不过要去那里, 还需要费一番手脚。 土家的土龙城, 建立在茫茫的 无尽之海的某座岛屿上, 并不对外族开放。 所以, 唐明阳只能硬闯了。 他回到五行城, 悄悄掌控土家掌控区域的 传送大殿, 观察了惠尔土家子弟 进进出出时的情况, 大概明白了那个传送阵 是通往土家本部土龙城的。 他伪装成为土家子弟的样子, 到了土龙城的传送大殿后, 立刻掌控这个 传送大殿的九宫阵时, 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时, 立刻溜走。 剩下的就是打探土家本部的具体位置了。 就像木家本部在木龙城外 几百里的木龙渊一样, 土家的本部并不在土龙城。 土龙城里生活的只是普通的土家百姓。 要找到土家本部不难, 唐明阳将他的神石辐射开来, 监视城中土家的强者们 总有回土家本部的。 好真够藏得隐秘的。 唐明阳跟踪一位土家的 玄园六重阴体径巅峰长老, 飞出了土龙城, 进入到地缝千米深处, 里面有处秘密据点, 在这据点里有处传送阵。 通过这个传送阵, 才能传送回土家本部。 唐明阳犯难了, 他不是土家子弟, 贸然传送进去, 肯定会被发现的。 他躲藏在周围, 蹲点观察几天, 还是想不出安全 进入土家本部的方法。 突然间, 他醒悟过来, 轻轻不一定在土家本部, 我进去也不一定找得到他, 我主要是打探他的消息, 抓个知情人问问, 不就清楚了。 唐明阳按道自己真傻, 有位土家的玄园六重阴体径中期的长老 从土家本部里出来。 就是他了。 唐明阳悄悄跟上去, 并没有立刻动手。 这个人朝着土龙城的方向 飞掠好一会儿, 突然改变方向, 朝着东面及池飞掠而去。 东面八百里处, 是土龙岛的海岸线了。 这个人直接朝着无尽之海踏波而行。 此人神情紧张, 有些不对劲。 唐明阳发现了此人的异常举动, 静观其变。 踏波而行了上千公里左右, 前方出现一座林木茂密的岛屿, 此人踏上岛屿时, 还不是警惕四周, 行迹十分可疑。 岛屿很大, 在东南边有座火山口。 此人飞入火山口内, 唐明阳悄然跟上。 火山口内部, 有许多条开采废弃的矿洞, 其中的一间废弃矿室里, 此人和一男子见面了。 只是一个浑身充满邪气的男子, 修为是玄园六重阴体境巅峰, 可此人的实力, 至少能排进乾坤天榜一百五十名左右, 是火奥语, 金西岩一个级别的。 两人用神识交谈, 唐明阳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难不成此人是土家的叛徒, 和火家之人密谋造反。 唐明阳想到穆家的遭遇, 立刻想到这种可能。 如今穆家沦陷后, 五行家族里也只有土家在富裕顽抗了。 到底是不是将他们抓来问问就清楚了? 看在土清清的面子上, 唐明阳决定插手。 再者, 火家之人敢打伤林京, 这个梁子算是越解越大了。 就在唐明阳想要出手时, 突然浑身一寒, 一种犹如毒蛇盯着的危险感觉, 被他强大的灵爵所感知。 他顺着灵爵感知的方向看去, 旷动口处, 不知何时, 已经站着一个妖娆的少女。 这个少女, 看上去一点修为都没有。 她穿得很少, 一缕薄纱覆盖的妙慢语曲, 若隐若现奸, 敏感的部位只有遍不遮羞。 她静静地站着, 仿佛霍天地都融为一体。 可当你看见她时, 她就是天地的唯一, 她的清澄绝世, 让世间任何美丽都暗淡下去。 是她, 白衣尔。 唐明杨亥然,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白衣尔。 这个女人的修为, 终于倒退为普通人了, 可唐明杨反而觉得她更加危险了。 哥哥, 看够美, 咦, 你是, 唐家哥哥。 白衣尔的三童妖眸闪烁, 竟然看穿了唐明杨的伪装, 她那清澄绝世的容颜, 笑得更加的美丽了。 唐明杨没想到她的伪装这么容易就被看破, 也没有隐秘, 显露出本来面目, 说道, 伊尔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人家还想问哥哥你呢? 你怎么在这里? 不过哥哥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了, 人家差点发现不了呢? 白衣尔见到唐明杨越来越强大, 她就越来越欢喜。 我想去土家本部找个人, 半路上见那人行迹可疑, 就跟了过来, 你呢? 唐明杨在白衣尔身上感受不到敌意和杀意, 也就实话实说了。 况且她和白衣尔有过几次的交集, 此女总让她摸不透。 哥哥, 你难道也想插手土家的事情? 哦, 人家差点忘了, 哥哥和穆家的几位姐姐, 关系很密切呢? 白衣尔美眸里闪烁着脚狭, 她没有回答唐明杨的问题, 反倒是先问上了。 看来我猜测错了, 我本以为这位土家长老是和火家之人密谋夺权, 现在看来, 她密谋的对象, 应该是你们摩蒙吧? 唐明杨也没有回答白衣尔的问题, 也在猜测白衣尔出现在这里的意图。 两人斗智斗勇, 哥哥, 别以为摩蒙带着摩字里面的都是坏人。 我并没有这么以为。 唐明杨否认道, 其实摩蒙这个名字, 让普通午休听来, 还就是邪恶联盟了。 不过她知道, 摩蒙之所以带着摩字, 只因被炼丹师协会定为邪魔, 而所有不被炼丹师协会所容纳的势力, 摩蒙都会收容。 想到炼丹师协会支持火家, 而白衣尔所代表的摩蒙出现在这里, 唐明杨顿时明白过来了。 难不成, 土家加入你们摩蒙了? 唐明杨问道, 第258章各方底牌, 白衣尔似乎也不打算隐秘, 说道, 可不是我们逼的, 这个人叫做土阳梦, 乃是土家族长土昆山的孙子, 他就是来向我们摩蒙求救的。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 五行家族内部分争, 即将演变成为你们摩蒙 和炼丹师协会的明争暗斗了。 唐明杨继续问道, 才不是, 只是炼丹师协会太过霸道, 我们只是应土家的请求, 前去支援他们而已。 哥哥, 你去土家要找的人是谁, 是敌是友, 人家可以帮你忙呢? 白衣尔笑道, 你带我去土家, 我亲自问问他们的组长。 哥哥不相信人家。 白衣尔幽怨说道, 没错, 因为我和血魔宗可是有不小的过节。 唐明杨坦白说道, 首先, 他怕白衣尔耍小手段, 再者, 如今土家分成两派, 他还不知道土清清到底属于哪一派呢? 血魔宗只是魔盟的其中一股势力, 代表不了整个魔盟呢? 你帮不帮? 哥哥让人家帮忙, 人家当然帮了, 不过, 你跟着人家可以, 可跟在人家身边, 你就暂时是我们魔盟派系的人, 可不能给我添乱。 没问题。 唐明杨答应下来, 白衣尔美眸流转, 又忧愿地说道, 哥哥, 你欠人家一个人情, 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你想要我干什么? 唐明杨问道, 龙血战绝后半部功法的龙皮, 卷在向家的向破天老祖手中的消息, 是白衣尔告诉他的, 为此他欠白衣尔一个人情。 他是守承诺的人, 人家只是提醒哥哥一下而已, 哥哥记得就好。 白衣尔哥哥笑道, 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 唐明杨再度变换面容, 又用人须煞意将他的气息变得邪恶起来。 哥哥, 你这是干什么? 既然伪装成为魔盟的人, 那就装得像一点。 难道魔盟的人都那么凶恶吗? 人家很凶恶吗? 白衣尔嘟着嘴, 四娇四撑。 他的魅术浑然天成, 只是唐明杨不为所动。 土阳梦那边已经谈好了邪义, 那个浑身邪气凛然的男子走过来, 看着白衣尔时, 目光带着几丝忌惮。 他和白衣尔似乎不是很熟, 又或者魔盟的成员非常庞杂。 倒是白衣尔身边多出的唐明杨, 让他多看几眼。 他发现唐明杨身上的气息不仅比他还浓, 而且还有种让他心计的危险气息露出忌惮之色。 他以为唐明杨是白衣尔的人, 也就没有多问。 他说道, 伊尔姑娘, 土坤山族长带着全族请求加入魔盟, 并且请求我们魔盟出人, 帮他们平定内乱。 你们带人去做就行。 白衣尔笑了笑, 他看似发号施令, 又似乎对这些行动不感兴趣。 是, 这位魔盟男子领命, 带着土阳梦先飞出去。 哥哥, 我们也走吧。 白衣尔不和这位魔盟男子走在一起, 他等了会儿, 这才飞出去。 唐明杨没有说话, 见白衣尔走后, 他只是默默地跟在外面。 在海面上飞行了一会儿, 前面突然出现一群气息强大的强者, 有十五位, 每一位的修为最低都是火傲语级别。 唐明杨已经暗自警惕, 却见到白衣尔直接朝这群强者飞去。 他定睛一看, 发现先前立刻的那位魔盟男子和土阳梦也在其中。 他顿时明白过来了, 这十五位都是魔盟的成员。 他目光朝着其中像是领队的两位老者看去, 其中一位邪气森森, 另一位死气沉沉, 可唐明杨感受到他们实力之恐怖, 只怕比蜘蛛岩还要强很多, 实力能够在乾坤天榜五十名左右。 土阳梦刚刚来投靠, 魔盟的强者就大量聚集在这里, 看来魔盟对于土家也早就有图谋了。 唐明杨心里暗自地想着, 只看不说。 那两位领队老者见到白衣尔到来, 迎了上来, 略带恭敬的行礼, 衣尔姑娘, 我们人员已经集齐了。 我只是跟来玩的, 该怎么行动, 你们就怎么行动, 无需向我请示了。 白衣尔捋着一捋青丝, 娇笑着说道。 是。 话虽这么说, 可两位领队老者还是对白衣尔的存在, 非常的忌惮, 因为他们深知此女的背景到底有多恐怖。 两位老者又看了白衣尔身边的唐明杨一眼, 见唐明杨神情冷漠, 气息邪恶, 又有资格能够和白衣尔站在一起, 身份背景肯定非同小可。 他们见唐明杨并没有搭理他们, 他们也不敢询问。 土公子, 我们先去你们土家吧, 有些事情, 还是要你们族长当面承诺才行。 其中一位老者对着土阳梦说道, 是是, 我爷爷已经在族内等候诸位前辈多时了。 土阳梦惶恐地说道, 那我们走吧。 众人朝着土家本步而去, 来到山腹的传送阵处时, 走在前面的土阳梦, 突然遇到了麻烦, 被一群土家的悬园六重阴体镜的长老围住。 双方争执几下, 立刻开打, 看来土家高层已经叛变了。 唐明杨躲在暗中看着, 他见身边的白衣尔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干苦力活的都是那十五位魔盟成员。 有这些魔盟强者在, 土家的人员当然是躺壁当车, 很快就土崩瓦解。 我们走。 土阳梦也意识到土家本部肯定发生巨变, 控制传送大殿后, 积极开启传送阵, 带着魔盟感受传回土家本部。 再度走出传送阵时, 唐明杨很诧异, 土家本部竟然建在海底。 一个九宫阵式传送阵, 将一座半径七千米的巨型城市笼罩住。 整座城市就是一个阵法布局, 建筑市镇幅有条大型灵脉在城市下方经过, 为整座城市的镇法提供灵气运转。 好大的手笔。 唐明杨感慨。 众人才刚刚走出传送殿, 土家本部的叛乱就一触即发。 土阳梦带着魔盟成员, 直接冲进龙神殿, 里面聚集着土家的36位高层长老, 其中有27位都已经叛变, 族长土坤山等人被制服在会议桌上, 正在做最后的富裕顽抗。 土家叛变的27位高层, 也就有两位达到阴罗天那个级别, 在魔盟的众多高手入场后, 局势立刻逆转, 富裕顽抗的族长土坤山, 掌控了局面和主动权。 反叛方以副族长土坤岩为首。 土坤岩看着魔盟入场的众多强者, 老眼里闪烁着忌惮, 可并没有多少的慌张, 反而怒声指责土坤山, 喝道, 土坤山, 你的底牌, 就是让我们整个土家加入魔盟, 你这是将我们土家带向灭亡的深渊。 土坤岩, 我怎么就将土家带向灭亡的深渊? 我将土家加入魔盟, 还能保持我们土家的独立自主权, 总比你将土家带去并入火家, 让火家将我们吞并。 让我们成为火家的奴隶来得强吧。 况且魔盟之所以成为魔, 全是因为炼丹师协会所封, 诸天万劫, 虽不知道炼丹师协会所封, 炼丹师协会的霸道, 顺其者为证, 逆其威胁, 土坤山冷笑。 我不和你争, 土坤山, 刚刚我们已经以家族最高长老会议三分之二以上高层长老通过, 罢免你土家族长一职。 现在由我来担任土家的族长, 我现在问你, 你是遵循族规, 听从我们的命令, 还是明完不灵, 大逆不道, 加入魔盟。 你是族长, 别搞笑了, 你们这些叛乱分子, 诸位道友, 还有老你们出手, 帮忙将土家这些叛乱分子拿下了。 土坤山对着旁边的两位实力最强的魔盟老者请求, 唐明阳看着叛乱方的土坤岩面对魔盟众多高手, 依旧有恃无恐的样子, 他眉头微皱, 内心觉得不对劲, 悄悄传音给白依儿说道, 依儿姑娘, 这土坤岩肯定有底牌, 不然也不会如此镇定。 哥哥, 你看好戏就成了。 白依儿笑了笑, 似乎早有预料, 似乎也成足在胸。 唐明阳没有再问, 静静看好戏就成了。 整个土坚本部的九宫大镇, 很是精妙, 属于九宫镇法里的高级镇士。 唐明阳若是要掌控, 则需要一些时间, 还需要一番布置。 他一直跟踪白依儿身边, 也不敢轻举妄动, 神识查探出去又会被九宫镇士给阻隔, 故而他也不知道叛乱方的底牌是什么。 不过, 他很快就知道了。 整个九宫镇士突然发生变化, 一群火家的高手和一群炼丹师协会的强者 降临而下。 他们早就埋伏在这里, 似乎就是等魔盟的成员送上门来。 炼丹师协会的强者这方, 有七位六月九星长老, 实力都在乾坤天榜100到50名区间, 其中还有一位大长老, 实力在乾坤天榜50名前。 你, 土坤山顿时傻眼了。 他没想到, 这土坤岩的背后, 竟然还有炼丹师协会如此多的强者支持。 土坤岩冷哼一声, 没有理会土坤山, 转而对那名炼丹师协会的大长老说道, 前辈, 土坤山已经罢免土家族长一职, 他加入魔盟的行为只代表着他个人, 还请前辈出手, 帮忙将这些叛乱分子给抓拿下来。 另一边, 土坤山则看向魔盟这方的成员, 炼丹师协会那边的强者, 明显强于他们这方啊。 唐明阳发现魔盟这方的高手,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不屑, 有恃无恐, 似乎还有底牌。 你们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唐明阳直接神识传音问向白依儿, 人家有位师叔来了, 哥哥你看戏就行。 白依儿娇笑起来, 师叔, 难道是? 第259章揭露各方底牌, 白依儿乃是新魔宗的传人, 新魔宗则是像天道门、 造化门那样的古老宗门。 他的师叔, 难不成是解法之境的强者。 正在唐明阳内心猜测时, 一股仿若是天威般的气场, 降临而下。 参见孟隐长老, 魔宗那边的强者, 齐齐参拜。 土家族长土坤山内心狂喜, 又惊又畏惧, 带着他这一方的土家子弟, 赶紧行礼。 这时候, 唐明阳就见到有位中年男子, 凌空踏步而来。 他不借用任何飞行法宝, 真真正正的肉身飞行。 而肉身飞行, 脱离大地规则的束缚, 也是解法强者的标志之一。 他浑身萦绕着一团土黄色的光运, 整个人有种和天地融为一体的韵味, 他虚空踏出一步, 空间仿佛在他的脚步下缩短了。 一步两百多米, 几千米的距离, 他几十步就走到, 然后凌空虚立在众人的头上, 仿佛高高在上的神灵, 俯瞰下方卑微的众生, 不怒而微, 让人不敢直视。 可唐明阳还是直视了。 解法之境的强者, 他一共接触过七位。 第一位就是月希, 他看不出月希到底有多强, 可他有种感觉, 月希绝对不会是眼前男子的对手。 另外六位是通天商盟, 维持拍卖会秩序的解法强者贾旭子, 炼丹师协会的七月长老虚林, 金虎, 无尽风暴海的解法妖兽, 以及半路杀出的那位神秘解法之境。 他内心有种感觉, 眼前这位解法之境强者, 应该和须林, 金虎是同一个级别的。 不知我如今的实力, 能在此人手中撑得过几招。 唐明阳暗自地想着, 他如今纯肉身力量达到一百多万, 在子灵战绝的加持下, 能够发挥将近六百万的攻击伤害。 再有九宫镇氏和小悠这两个杀手锏。 悠悠。 小悠感受到唐明阳的想法, 大声嚷嚷着, 他这好战分子, 说他一个人就能烧死这些人。 唐明阳并没有理会小悠的嚷嚷。 梦尹诗书, 没想到还是要惊动您老人家出手。 白衣尔巧言嬉笑, 乖巧地行了个礼。 他魅惑天成, 即便是梦尹已经身为 劫法义重亏虚净强者, 也忍不住多看他几眼。 唐明阳目光一临, 隐约发现梦尹看向白衣尔的目光里, 并非是色欲, 而是一种很奇怪的贪婪战友, 又带着丝丝的克制和畏惧。 这种目光不是像看一个人, 反倒是像看一件宝物。 不好。 他虽然很隐秘地观察梦尹, 可梦尹身为解法义重亏虚净的强者, 早就有超越唐明阳理解的能力。 梦尹的目光落在白衣尔身后的唐明阳身上, 忽而一声惊疑。 疑, 好精纯的人须煞气。 当他的神石降临在唐明阳身上时, 就被唐明阳身上的邪恶气息给腐蚀。 他有些意外, 他还是看穿唐明阳的修为, 只有玄圆六重阴体静后期, 可他在唐明阳的身上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气息, 只觉得此子并非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摩蒙人员庞大而复杂, 他并没有怀疑唐明阳的身份, 也以为唐明阳是某个古老神秘家族或者势力的子弟。 不过唐明阳被梦尹的神念扫过, 只觉得有种巨山压顶的感觉, 仿佛所站立的大地都变得凝重, 仿佛所处的虚空都变得窒息, 仿佛整个天地都在排斥着他。 好厉害! 唐明阳不敢和梦尹对视, 可他的内心却燃烧起熊熊战役, 好想出手和这梦尹斗一斗。 别看梦尹的出场很唬人, 可唐明阳还是看得出极点。 首先, 梦尹的凌空飞行速度, 一步两百多米, 这应该是梦尹的肉身真实速度。 在联想金虎, 虚林在无尽风暴海战斗的情形, 要爆发接近每秒340米的空间极限速度, 还是需要借助天极飞行法宝。 其次, 梦尹一个眼神就让他感受到强大的空间压迫感, 这并不能证明梦尹一个眼神就能秒杀他。 解法之境开始参悟天地法则, 梦尹身为解法强者, 这应该只是梦尹对于天地法则的一种运用而已。 最后, 他看过金虎, 虚林等人拼尽全力和无尽风暴海的解法妖兽搏杀, 梦尹出手, 应该也是那种程度吧。 虚林老儿, 你还要躲藏到什么时候? 梦尹的目光只是在唐明阳的身上扫了眼而已, 他也没有将在场的炼丹师协会长老放在眼里, 而是仰望面前的虚空, 似乎他真正的对手在那里。 唐明阳暗精, 怪不得炼丹师协会的人见到梦尹出场后, 也只是有惊无恐, 原来他们炼丹师协会那方, 也来了解法之境强者啊。 果然, 这五行家族的内部分争, 已经演化成为炼丹师协会和魔蒙的明争暗斗了。 梦尹注视的虚空, 这时候有道绿芒从城市上空的能量防御罩外飞射而下, 只见一位轻袍男子踏见飞行而来, 一股不逊色于梦尹的气场散发开来, 与梦尹分庭抗礼。 是他。 唐明阳目光一临, 赶紧收回目光不敢多看。 这虚林和他接触过, 宝不准会认出他来, 那就麻烦了。 梦尹和虚林口头争辩几句, 就飞出土家本部, 来到外面的虚空去单挑了。 很显然, 谁的拳头大, 谁就能决定土家本部的归属。 在场的强者静静地等待着, 只有土家两个派系的人极其紧张。 半个时辰后, 胜负已分。 虚林的声音传荡而来, 土家之人不愿坠入邪魔者, 速跟我离开。 此话一出, 场中之人神情不一。 族长土坤山脸色大喜, 很显然这场决定他们土家命运的战斗, 魔蒙的梦隐胜了。 副宗主土坤岩脸上闪过失望之色, 不过万幸的是炼丹师协会还是决定收留他们, 对他们进行庇护, 否则留在土家里, 必遭土坤山的清洗。 谁若是留下来, 我既往不救, 谁若是跟随土坤岩离开, 将是我们土家的叛徒, 我必将将谁从祖谱上除名。 土坤山见土坤岩, 要带着土家超过七成的高层长老立刻, 有些坐不住, 赶紧延伸鹤岛。 此话一出, 果真有大部分高层长老犹豫起来。 他们很多都是墙头草, 当初见土坤岩是大, 又给足好处, 也就站在土坤岩这边了。 现在土坤山背后有摩蒙支持, 土家的局势立刻就不同了, 立刻有资格和伙家分庭抗礼。 若是能独立自主, 谁甘愿卖祖求荣, 屈居人下, 为奴为敝。 果然, 大部分中间派系 以及摇摆不定者, 见土坤山既往不救后, 选择留了下来,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家高层, 实在是属于土坤岩的直系或者做了太过分的事情, 没有了退路, 不得不跟随土坤岩离开。 土家的局势因为摩蒙的介入, 到此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下来。 梦尹再度凌空踏步而下, 立在众人的头顶, 不过唐明阳看得出, 这个梦尹的气势比之前弱了不少, 似乎和虚临的战斗中受了些伤势。 土坤山带着土家众多高层长老, 齐齐拜谢, 宣誓加入摩蒙。 一番礼数上的刻套后, 梦尹对着土坤山说道, 你们土家的忙, 我帮了, 将我要的人, 拿出来吧。 梦尹画里的拿之一词, 不像是形容人, 反倒是像形容物品。 试试, 土坤山朝着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 有长老立刻去办。 唐明阳眉头微皱, 内心隐约有股不好的预感。 不一会儿, 这个长老带着一位女子走了出来。 这个女子身形消瘦, 面容憔悴, 可难掩她的天生丽质, 绝世方容。 她穿着一袭白色衣裙, 有些破损和老旧, 可她的风姿依旧卓越。 唐明阳见到这个女子时, 目光一凝, 紧接着杀鸡在她的眸子深处闪烁。 这个女子, 正是她此行挂念的土青青。 如今的土青青, 已经是玄园六重阴体镜巅峰的修为。 不过唐明阳的神识悄然扫探过去, 发现土青青的体内有着一股封印, 将她的修为封印住。 她眉心的土龙印记, 一阵暗淡。 唐明阳还发现土青青的肉身和神魂, 都受了不清的伤。 你的诗书, 为什么要土家的这个女子, 好像不是看上她的美色, 或者收她为徒吧? 唐明阳悄然传声, 问向旁边的白衣尔。 解法之境的强者, 若是想要女人, 乾坤万戒, 只怕比土青青还要美貌的都找得到。 至于收土青青为徒, 唐明阳更不相信。 她发现孟淫此刻看土青青的眼神, 就像是看一件称心如意的货物。 你可听说过神通鼎炉。 白衣尔传音说道, 可唐明阳发现, 她那双三童妖眸看向土青青时, 犯着一丝丝感同身受的悲哀。 神通鼎炉, 什么意思? 唐明阳问道, 内心易紧, 不祥的预感更浓。 神通之术, 从本质上讲, 就是对天地法则的运用。 所谓的神通鼎炉, 就是解法之境强者, 寻找那些具备先天神通。 神灵传承等特殊体制的人, 用各种秘书剥夺他们的神通, 然后通过这些神通, 参悟神通背后的天地法则, 白衣尔解释道, 唐明阳一听, 显然明白梦尹的意图, 害道, 难不成你的诗书, 想要夺舍这个女子的神通? 这女子叫做土青青, 她目龙印记的传承神通乃是神级土盾之术, 这是上品神术。 我梦尹诗书参悟的是土形天地法则, 若是她能成功夺舍土青青的上品土盾之术, 好处不可想象。 这有没有风险? 唐明阳问道, 白衣尔刚想说话, 突然反应过来, 她美眸里擒着笑容, 说道, 唐家哥哥, 你来土家找的人, 该不会就是这位爵士大美人吧? 第260章战解法, 唐明阳目光一寒, 她没想到白衣尔此女, 竟然如此聪明, 只凭着她的知言片语, 就将她的意图猜测得清清楚楚。 此刻, 她离梦尹有120米远。 解法之境的强者能够掌控天地法则, 可以用天地法则来束缚她的速度。 就算她的人虚煞翼能够以每秒340米的急速飞行, 可只要在梦尹神识掌控的一定范围内, 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施展神通术法, 对她进行拦截。 上次她能够从金虎手中逃脱, 一是距离远, 二是利用传送阵和九弓阵法的阻隔。 如果她当时距离金虎哪怕在千米之内, 他们速度差不多, 金虎完全可以在她飞行的路线前, 用神通术法进行围追堵截, 降低唐明阳的逃跑速度。 我要找的人不是她。 唐明阳冷声说道, 她内心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现在她的意图被此女识破, 只要这女人告知梦尹, 那么在如此近的距离, 她未必逃得过梦尹的轰纱。 她有把握和梦尹一战, 那是建立在她提前布置好九弓阵势的基础上。 如今, 她还没有机会来得及掌控土家本部的九弓阵势。 哥哥放心, 人家是不会多管闲事, 告知梦尹师叔的。 不过人家劝哥哥三思而后行, 因为梦尹师叔若是知道哥哥有这个念头, 那么即便人家求情, 梦尹师叔也未必会饶了哥哥。 白依尔笑道, 你为什么要帮我? 唐明阳精神放松些, 在她看来, 白依尔不告诉梦尹, 已经算是帮她大忙了。 哥哥欠人家一个人情还没有还, 人家才不舍得哥哥这么早死。 白依尔三童妖魔波光流转, 她看着唐明阳, 又像是看唐明阳身上的某样东西, 闪烁着期待。 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唐明阳尝试着问道, 什么忙? 我需要一刻钟的时间做准备, 如果你师叔要带土清清离开, 请你务必帮我拖住它。 我为什么帮你? 白依尔笑问道。 唐明阳目光指示着白依尔, 似乎能看透几分此女的内心, 说道, 刚刚你向我解释神通顶炉时, 我感受到了你情绪里有一丝感同身受的悲哀。 你的三童妖魔则是很厉害的先天神通, 我若猜测的不错, 你很有可能也是心魔宗内某位解法强者培养的神通顶炉吧。 你 白依尔的三童妖魔里, 第一次没有了默默寒情, 转而是透着冰冷。 冰冷地看着唐明阳, 你帮我这一次, 我再欠你一个人情, 或许这个人情将来可以帮你免于成为神通顶炉的厄运。 唐明阳认真的说道, 白依尔美眸闪烁着, 似乎想要看破唐明阳如此自信的底牌。 他传音说道, 好, 我可以帮你, 我也想看看, 你怎么要在解法强者眼皮底下, 就走这个女人。 谢谢。 唐明阳说着, 悄然地退走。 如今的土家本部刚刚经过叛乱的动荡, 人心不稳, 各方面还很混乱。 唐明阳的悄然离开, 并未引起周围的人过多的关注。 他快速来到土家本部的传送大殿, 那里是整个土家本部的九宫阵势阵眼, 然后将混原阵印用出来, 悄然地掌控九宫阵势。 整个九宫阵势, 我掌控了。 唐明阳目光灼灼, 战意腾腾。 他将化灵葫芦取出来, 引出一千万左右的极品灵石, 悄然加固整个阵势的防御, 并且封锁了所有的退路。 做完这一切, 他只用了十分钟。 一刻钟不到。 他在回到白衣尔身边时, 白衣尔正在和孟隐交谈, 显然在为他拖延时间。 白衣尔见唐明阳回来了, 内心好奇, 可并没有立刻结束和孟隐的交谈。 可他就发现唐明阳回来后, 直接朝着那边的土青青走去。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心里暗自想着, 这唐明阳莫非脑子傻了? 唐明阳并非脑子傻, 他的前期阵法已经布置完成, 他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步, 那就是离土青青更近一些。 否则一旦和孟隐站起来, 若是孟隐将土青青抓拿在身边, 那么他真是没有半点希望了。 土青青乖乖地站在族长土昆山的身边, 面无表情, 双目空洞, 仿佛已经预料到未来的下场。 族长土昆山是他的二伯, 他的修为也是土昆山亲手封印的。 他也知道原因, 那就是将他的土盾神通, 送给孟隐作为礼物, 以便请求孟隐这位解法强者庇护土家。 他的土盾神通来自慕隐印记传承, 而慕隐印记传承已经和他的神魂融为一体, 外人若是剥夺, 那必须将他的神魂一起炼化。 他不是不想反抗, 而是现在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再加上他二伯土昆山的哀求, 哀求他牺牲自己, 挽救全族。 他是心软的人, 反正他难逃一死, 他恨土昆山, 可他并不狠土家的其他人。 在土家里, 有他的亲朋好友, 若是用他的死来换得这些人的平平安安, 他心甘情愿。 只是, 埃莫大鱼心不死。 他的心, 死了, 可就在这时候, 一只手突然伸过来, 握住了他。 他吓了一跳, 本能地抽回手来, 可那双大手却紧紧地将他的小手给握住。 熟悉的肌肤相亲, 一股熟悉又让他魂牵梦绕的真气, 涌入他的欲区, 他体内的封印就像是泡沫般, 轻而易举地就破去。 他的神魂从封印里出来, 他又感受到肉身的悬缘真气。 他震惊, 他抬起头来, 看向突然握住他手的这个陌生男子。 这是一张陌生的脸庞, 可那双明亮的星眸, 他并没有忘记。 青儿, 让你受苦了。 唐明阳柔声地说道, 看着土青青如此憔悴的模样, 他内心满是怜惜。 明, 我不认识你。 土青青美眸泛着泪花, 他思念了六十年的人, 没想到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多么想依偎在他的怀里, 可是他如今不能。 因为孟隐这位解法之境强者在这里, 他已经成为这位强者的物品。 他不想因为他, 害得唐明阳丢了性命。 所以, 他忍着内心的激动, 装作不认识唐明阳, 并且摆出冰冷的样子来。 可是, 此刻即便是傻子, 也知道他和唐明阳是认识的, 不仅认识, 关系还不浅。 不要紧的, 有我在, 任何人都无法伤害你, 轻儿, 请你相信我。 唐明阳没让土青青挣扎, 已经将他搂在怀里了。 他的声音不大, 可斩钉截铁, 每一个字句都是男人的承诺。 这一刻, 周围一片寂静。 此一样的寂静, 最傻眼的莫过于站在旁边的土坤山了。 最开始唐明阳走过来时, 他还以为唐明阳是冲着他来的, 他还对唐明阳笑了笑, 表达他的善意。 因为他在唐明阳身上感受到一股十分危险的气息, 这很有可能是一位比他还厉害的强者, 况且土家加入魔盟后, 大家就是同一个组织的人呢。 可没想到, 唐明阳走过来后, 就直接拉起旁边的土青青的小手, 并且缠绵起来。 更让他惊骇的是, 随着此人拉起土青青小手时, 他封印在土青青体内的封印, 瞬间瓦解了。 你。 你。 土坤山已经不知道此刻该说什么了。 他看着将土青青搂在怀里的唐明阳, 又看了眼虚立在天空中脸色渐寒的梦影。 而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魔盟这边的强者, 此刻的心思都和土坤山一样。 这家伙脑袋被驴踢了, 还是自寻死路, 连劫法强者要的女人都敢当众搂搂抱抱。 白衣尔也傻眼了。 他还以为唐明阳有什么高明的营救手段呢? 没想到竟然如此蠢。 他的三眼同谋通过修炼某种秘书后, 也能窥视人身上的气韵。 我见此子身上的气韵强盛, 就想着让他欠我人情, 好沾染他的气韵, 没想到他却是个大白痴。 白衣尔目光冰冷, 内心愤怒。 可现在, 一切都晚了。 小子, 你知道他是谁吗? 梦影声音冰寒地说道, 与此同时, 如同山岳般的气场, 压了下来。 唐明阳只能将身上的天级中品防御法宝给激活, 用能量防御罩来抵挡梦影的气场。 可单是气场, 都能使得他的能量防御罩以每秒十多万的伤害消耗着。 他叫土清清, 是我的女人。 唐明阳平静地说道, 同时星某仰望向高高在上的梦影, 直视着, 透着战意。 土清清听见唐明阳平静而又有力地宣誓时, 他不由地吃了。 由此郎君, 不顾危险, 不惜性命, 冒险救他, 此生便是死了, 又有和汗。 明阳 土清清搂紧在唐明阳的怀里, 只觉得这个怀抱是天底下最温暖最安全的。 他眸子里的泪水如同决堤的河水般泛滥而下。 怎么哭了, 放心, 不会有事的,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唐明阳温柔地说道, 人家相信? 土清清点点头, 就算死, 又有何惧? 蝼蚁, 死。 孟隐见到唐明阳竟敢跟土清清在他面前情话绵绵时, 内心更是愤怒。 这是冒犯他的尊严。 劫法强者的尊严不容冒犯。 他本来还想询问一下唐明阳的身份背景的, 现在看来, 免了。 劫法之下, 皆为蝼蚁。 他意念一动, 劫法真气涌出, 神念所笼罩下的天地之土行法则, 受到他的调动。 大地如同海浪般翻滚起来, 涌向唐明阳。 唐明阳的背后, 人须煞意出现, 煽动着, 欲要逃开土浪的河围。 与此同时, 他使海里的石神魂掐动阵印。 整个九宫大阵的阵势受到他的调动, 在他的身体周围, 形成一道阵势防御墙。 汹涌的土浪拍打而来, 带着惊天的距离, 每一下都能拍掉三四千万的能量伤害。 这就是解法强者的神通术法威力吗? 这是唐明阳第一次正面和解法强者抗衡, 也是第一次正面抵挡解法强者的攻击。 他觉得, 若是没有九宫阵势的阻挡, 他连梦魇的一招神通之术都接不下。